如果侯正科富的話 我大膽預測民眾黨的這個政黨票會 蠻大幅度的提升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藍營選民會有個分裂投票情形 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執政權已經是國民黨拿去的話 我說沒那麼國民黨 就是泛藍前藍 他會覺得說那我投不掉民進黨的話 至少我要陪著另外一個第三個政黨 所以在政黨票部分 我覺得他是有機會 哎呀哎呀 柯文哲長就是給這句話世紀 誰是誰是誰 就是給這句話世紀 不是說他監督嘛 國民黨做建設嘛 柯文哲聽說 這樣也有得利 因為我們也沒那麼多 民眾黨在那裡還有200而已 人家有6千元 我跟那些都給國民黨做 委員跟我說那句不錯 國民黨的都會分裂投票 國民黨的支持者都會投過來民眾黨 這樣我就投了 因為委員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的支持者是很有側隱之心啊 對 覺得柯文哲好可憐啊 我們投他一下吧 好不好幫他一下忙 才有鬼 我才不相信有這種事情 剛剛委員講說這個民眾 差不多做到10點 10點過了這三個教授要解讀 要解讀7到17號的 如果只為了17號 這禮拜五晚上做完的那一波 那前面已經有解讀完了 前面的分數都有了 那代表柯文哲派去的這位官至於 就趨勢跟這一個求真的 他也知道答案啊 他準備是說到 拜五10點才開始解讀好 那解讀完之後的答案給誰 答案要給雙方的 你準備說答案 阿三兄 人們問你中國的事 你跟美國跟日本跟很多親家公 台灣就是公公婆婆太多 什麼意思 早上沒有人問AIT有卡電話 是他自己說的 對 人群的現場也是他自己說的 啊我剛才來的路人 AIT有卡電話來 因為我們這個政黨 我們為了要叫全世界管道 所以我們請了一個州台主 還是秘書長 所以什麼事情 這AIT的不管什麼州政治主 什麼主都會叫我們連絡 他在問發生什麼事情 我問柯文哲 這段時間國台辦有卡電話來 你也要說啊 你也要說啊 不然AIT靠你 那AIT有沒有打給國民黨 AIT可能也有打給民進黨 問題人家卡你不能說啊 你怎麼說 你應該是 我們想應該是要說 柯文哲 我問你喔 AIT是不是有打給你 柯文哲照規矩來說 應該說沒有 我不知道 我個人沒有接到來 我也不會活力 我也不會這樣 外交辭令的字 根本沒人問 人家是問中國 你為什麼要講美國 他現在就是說 美國也有 他的意思是說 美國也有介入 阿強也有介入 大家都有介入 大家都有在介入 大家都有在關心這件事情 他怎麼會這麼怕 大家針對中國 他現在說到中國 他會很均勁 你知道嗎 因為 馬英雄這件事情 是不是橫空出事 馬英雄兩星期間 有在處理這個嗎 沒有 這禮拜的事情而已 這禮拜的事情 處理下來 就定案了 為什麼自己做見證人 還比什麼 調解人 還比這個 最好做這個 當事人 他不是怕打電話而已 他不是說 郭國雄說的那個 大附近打電話而已 沒有 這些東西 可能都是馬英雄 你好卡出來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有一點作賊心虛 你說這件 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他有感受到 某一些壓力 然後他又刻意的 去把AIT 打電話給他的 這件事情 講出來 結果當然就是 你這樣說了 我說 這種人做總統很危險 林鄉英如果真的 叫美國人說的 南無三才會說 因為他們都會說出去 比如說他去叫美國 國務卿 什麼場合回到的時候 然後國務卿 我跟你講 我們最近 已經可能要簽一個 要跟你沒有什麼 武器的什麼協議 他跟你出來 他回來後 他跟全台灣人說 我跟你講 美國國務卿 說要買我們什麼東西 可以這樣嗎 他把這種東西 當成很俄系 這樣的領導人 是台灣 全世界看他 這個人很危險 可是柯文哲一直強調說 美國對他的信任 就是說 不會給他驚訝 可是當你講出AIT 今天就給他驚訝 打給你知道就是驚訝 柯粉會不會一去不回頭 這恐怕是現在柯文哲最擔心的 有沒有可能柯文哲一個人去了 真正變成一人政黨了 柯文哲也坦白說 得知協商結果的時候 連陳志涵都想離職了 所以我需要說服年輕人跟我一起 帶去當國民黨當嫁妝 維遠啊 寧願投 侯正我就投旅 你看看 所以你們能佔多少好處呢 今天不管是柯正侯父或侯正科富 都會有人說非柯不投非侯不投 我覺得這個情緒現在這個時間點一定都在 但我要先說明一件事情 禮拜六還沒來 為什麼大家已經覺得國民黨贏定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當然就是看起來好像是有這個贏面 但是我們也很擔心最後的結果 那至於說到底是一加一 到底會不會等於二 柯文哲說要把年輕人當嫁妝 我覺得這樣講得不太對 年輕人不是柯文哲進入 當然的確有不少年輕人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說要說服年輕人 這也是對的 那所以柯文哲他今天如果真的是侯跟侯科合的話 那柯文哲怎麼把年輕人帶進來 我覺得民眾也沒有全部輸 你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就是說今天如果兩個不合的話 很簡單 現在民調就是侯跟柯都選不贏 那假設合的話也不一定選得贏 但選的就是整個這一組至少 就我知道藍營的士氣 或藍營選民士氣大政 其實重點還是來自於說 他們最後的協議有一段聯合政府 剛剛講到他那個什麼監督機制 什麼金管或NCT等等 柯文哲剛剛不是講到說 柯文哲說要監督好也很荒謬對不對 但他這一席話我必須老實講 這一席話是可以讓他的柯文的支持者 繼續跟著他的 覺得說委屈求全 我先從無到有 我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我先在這個政府裡面 站著一席之地 有行政資源有行政權之後 開始建立起民眾黨自己的一個組織資源 這樣子一個論述 然後順便監督國民黨 雖然很荒謬對不對 但問題是我跟你講這個絕對是 你怎麼什麼事情都能吞啊 他講這種話你也吞得下去 不是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不管 只要不反悔 柯侯侯侯是 看起來是會成為一個 先把他騙上花轎再說 沒有什麼騙上花轎 告訴你正外戶總統 你要給我監督 沒有啦 本人都沒有 你動作笑的嗎 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合在一起 當然對於選贏選舉是有機會的 但另外也是來自於說 這個過程當中 他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什麼政黨票幹嘛的 我最後講很老實話 如果侯正科富的話 我大膽預測民眾黨的這個 政黨票會 蠻大幅度的提升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藍營選民會有個分裂投票情形 他們會覺得說今天執政權 已經是國民黨拿去的話 我說沒那麼國民黨 就是泛男前男的 他會覺得說 那我投不掉民進黨的話 至少我要陪著另外一個 第三個政黨 所以在政黨票部分 我覺得他是有機會 對啊 柯文哲長就是 給這幾個世紀 誰一直講 就是這幾個世紀 不是說他們監督嘛 國民黨做建設嘛 柯文哲聽說 這樣也有動力 因為我們也沒那麼多 民眾黨在那幾個也有200 而已 人家有6千元 我跟那些都去國民黨做 委員跟我說那句不錯 國民黨的都會分裂投票 國民黨的支持者 都會投過來民眾黨 這樣我就投了 因為委員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很有側隱之心 對 覺得柯文哲好可憐啊 我們投他一下吧 好不好 幫他一下忙 才有鬼 我才不相信有這種事情 七到十七 講完之後只剩下十五十六十六十 那為什麼是十七 為什麼不是十八 那就是如果有人已經去預定了十五到十七 早就order好十五到十七要做民調 那就結束了 這絕對就國民黨先order 對啊 不一定啦 不要把朱立倫當壞人 這是柯文哲說的 他說醫生不可以把病人當壞人 可是最近這幾天在做的這個民調 那不是臨時下民調的嘛 很多孝順人也要去民調 跟那個政府也有說 政府也說他要做民調 說這禮拜的民調公司都沒有空洞 那十七號 剛剛委員講說這個民調 差不多做到十點 十點過了這三個教授要解讀 要解讀七到十七號 如果只為了十七號 這禮拜五晚上做完了那一波 那前面已經都解讀完了 前面的分數都有了 那代表柯文哲派去的這位官志瑜 就趨勢跟這一個求證的 他也知道答案啊 他準備是說到十五十點才開始解讀 那解讀完之後的答案給誰 答案要給雙方的 你準備說答案洪洪起來 到馬英九 馬英九當天都要打開吧 不可能 前一天就會知道 所以禮拜五晚上一知道 搞不好禮拜六那一場 參加這個馬英九開記者會的 搞不好有的人會沒有去 沒有去 我拜五就知道我輸 我拜託要站在那裡喔 可是柯文哲他不是前幾天丟出了 這個求證趨勢跟世心 對不對 他丟出這三個 這三個是算三份 還是這三個都內參 所以只能算一份 算三份啊 這算三份的 一共社會各界公布的民調啊 算三份 那柯文哲他昨天是不是有買一個伏筆 他說 可能不曉得這兩天會不會有大量的奇奇怪怪的民調 一共這什麼意思 不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十五到十七 所有民調公司如果都在做民調 做的題目也都一模一樣 這個 那就代表上禮拜 上上禮拜有人去訂了這個訂單 十五到十七要做民調嘛 然後昨天才會跑出十七這個數字嘛 這個曝光的錄音檔 剪接過的 他交給這個檢調單位完整版了 如果你聽完整版你就知道 馬文君泄密了三千個機密檔案 受影響的不只一家 還有六家公司被牽連 他是台灣的罪人 所以馬文君不承認他有泄密音檔 郭喜今天舉證說有泄密 馬文君不是吃素的 今天發臉書了 他說黃曙光說一直在搞的立委 不是我啊 是那個被罷免的中部立委啊 那大家就想想看中部有誰被罷免嘛 他說有立委為了銀頭小力一直在搞 不是我啊 是這個中部立委居然呢 在軍火商穿梭之下 要吃下台船兩百二十五億八百噸的大吊車採購案 這個立委是一年級耶 第一任耶 就出來跟軍火商搭上線 主持會議 跟外宿對外的形象大不相同 所以說馬文君說 為什麼民進黨要把我全黨打我一個人 把我打倒了 擋他們才入的馬文君 軍火商全養的立委 就可以班師回巢 掏空國家了 阿川兄 你都把馬文君誤會得這麼累 他是擋住別人的財路耶 他這個說的就是三Q哥嘛 要說就說出來 又誣鬼誣怪 是一年級生會擋 還是十年級生會擋 是一年級生會擋還是十年 當然也是一年級生會擋 那九年級跟他說 幹什麼東西 我在這裡多久啊 你剛來了去後面排隊 哪有什麼一年級生要進來搞 他是負責黨的 沒有那個事情 馬文君喔 現在郭錫 把他三千個什麼檔案都搞出去了 這麼高十多問 馬文君的啊 說你有沒有交這三千個 你交的是不是就是這三千個 如果他講事 就開始進入要看那些檔案 聽那些檔案的內容 這按下去 可是因為現在是立法院的議會期間嘛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居體馬文君嘛 他應該可以跟他 拜託說叫馬文君來開店 所以馬文君現在就採取請假 他想說要拖過 這次的選舉看拖過 但是我覺得檢察官這個案子 偵辦的速度 我判斷起來也不會太快 因為聽起來這個案件有一點複雜 而且郭錫交出去也不是真的假的 你知道嗎 郭錫說 現在我們聽到的就是變造過 郭錫高期的那個 也不知道有人跟他變造還是怎樣 那個都不一定 所以接下來會進入大量的那些政務的 的勘驗的過程當中 會拖掉滿長的時間 所以你覺得選前可能沒一個結果 沒有 不可能 所以馬文君很厲害呢 他現在還衰微給三Q哥 對 三Q哥還沒在插 三Q哥我沒看到三Q哥有什麼回應 但是就因為三Q哥是第一位 跳出來他搶的 你知道嗎 三Q哥 因為三Q哥以前也是在這個 國防外交 所以他對這些案子也都略有耳聞 所以他現在要等三Q哥